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就到天母市場二樓的 市東廣東周 就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那是有得過這個炒飯節獎盃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在美食街的另外一側 大姐妳好 那想要請問一下貴店是得炒飯節 第幾屆的冠軍呢 105年的 冠軍那個 綜合炒飯 綜合炒飯 喔 好那相當令人期待 喔這邊有寫啦不好意思 好那我 天下第一攤 天下第一攤 冠軍炒飯 真的太厲害了 那是 運氣好啦 這應該是有實力 媽媽的味道我們並不是大師傅的手藝 是是是 不是炒的都是媽媽的 媽媽的味道啦 妳應該 應該是客氣的 沒有 那小孩子的話 像這邊天母國中啊 南亞國中啊 那些小孩子 都回來吃炒飯 是是 然後甚至他們長大的去遊學回來 還是會跑回來說 阿姨我在國外好想你的炒飯耶 是 那我一下飛機就回來就吃了 是 其實說真的很好吃很好吃 是說我們是不敢講的 是 但是就是不油 很香 是 粒粒分明 是 那就是用心去炒就好 是 好的 那 那 選料跟這個米飯有什麼秘訣嗎 有 米的話我們是挑過好幾家 是 結果我們還是挑在南部的米 是 我沒有去挑發動的米 但是它的米 炒起來的話 真的很好吃 是 就是 可以粒粒分明啦 就是 不會說 太軟啊 或者 太硬啊 就是 適中啦 那當然我們 煮了那麼久的話 這裡面還是有一點小配方啦 是 對對對 那它這個米飯炒起來會比較香 是 好 那我就想要點那個 德國冠軍的綜合炒飯這邊吃 謝謝 謝謝 好 去做這好了 好 那這個就是 炒飯的冠軍獎盃啊 好 那大姐現在就用了這個 新鮮的蝦子 蝦仁 對 新鮮的蝦仁 對 是 好 那各位朋友一定要把這個秘訣 好好學起來 要怎麼樣炒出好吃的炒飯 好 那這個還有花枝條 吃過 好 老闆娘想說要先把這個油鍋弄熱 好 好 好 那可以看 你們都是 兩天燒一次豬油 自己練嗎 自己練 我自己練 都是用那個 自己用那個豬油 每天去炸 那這樣蠻累的 哈哈 但是吃起來口感很好 好 那我們這下面的話就是說 有炒熱的話先下蛋 炒熱 油鍋熱下蛋 炒熱 炒蛋也不值得翻 讓它先沾鍋一下 然後炒起來鍋子不會黏 這個料理下去了 大概之前 ü 就是古早味了 對 然後我們就是媽媽味道不像人家 還要甩鍋啊幹嘛的 我們沒辦法甩 所以我才跟你講我就是媽媽的味道 還是 再加一點鹽 你等一下吃吃吃 先聞一下 分香分香的 看著插一炒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上桌了 很簡單 感覺好像沒有秘密 但是還是有秘密 秘密我們一直在飯裡面 看起來很清爽 你看 讚啊 太好了 你聞聞看有沒有香 那現在馬上來嚐嚐看 悠悠的大家早安 兩件事情向大家報告 吃個飯都很香 嗯 早上10點15分 真的嗎 很清香 真的齁 真的 你在吃完你團緊一點油都沒有 那這可以加了齁 對 不好意思 這個齁配什麼都好吃 配方子饅頭、蛋餅、水餃 甚至配牛排都好吃 人家有人在這邊吃牛排之後 配的牛排都很好吃喔 這樣 好 那在這邊吃就可以無限加 那是太幸福 無限的客人我不怕客人吃 感謝 客人吃我不怕 好 那現在再吃一吃看看 味道又完全不一樣 那大吉的手藝非常好 真的很好吃 粒粒分明 媽媽的味道 很棒 很好吃 很好吃 今天晚上是我們市場聚餐 六點準時開桌 配合擺桌 請業者們在下午三點鐘中餐 謝謝你們的朋友 晚上要吃 吃 白豆 白豆 我們七月半 我們市場照待我們吃白豆 這樣喔 那我應該要偷偷留下來 不是 哈哈哈哈 嗯 真的很好吃 熱騰騰又清爽 然後這個米粒真的是粒粒分明 不愧是得過炒飯節冠軍的大姐 這就是獎牌啊 這就是獎牌 太好吃了 比那個什麼生啊 什麼叉 什麼飯的 好吃一百倍 不能講全名 不然就攻擊 沒沒沒 這個怎麼 好那大姐講到這個 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所以這個 要想吃好吃的東西 就是要用比較好的食材 嗯 連這個肉絲都香啊 肉絲都香奔奔的 嗯 真的很棒 花枝清甜 清甜的 真的很好吃 好那我覺得已經超過120分了 很棒 好那這個炒飯真的很美味啊 不輸給這個五星級大飯店 謝謝你 真的很美味啊 讚 你看班人上面有沒有油 對 沒有油 你看人家都是一層油 好真的清爽又美味 真的非常的棒 好吃 好那各位如果到這個市東市場二樓 想吃炒飯的話就請吃這一家 好真的非常棒 好吃又清爽然後又沒有負擔 非常棒 好真的很美味啊 吃光光 而且這個盤子的確都是沒有油 好老闆娘講說菜脯的話 如果購買之後每瓶八十元 然後用舊瓶的空瓶來裝的話少五塊 好在這個豬肝湯可以看到有這麼多料啊 滿滿滿的料喔 滿滿的料喔 很清爽 很清爽 好吃 在我小時候我記得我早上啊 在鑽村的那個早餐啊 所以我外婆煮一個荷包蛋 然後就荷包蛋跟那個清湯 然後再配一杯綠茶 沒有啦 還有涼麵啊 有有時候有涼麵 你看那時候涼麵多便宜啊 我媽那時候買涼麵一盤才多少十塊 那個時候是便宜的 民國七十幾年 對啊十塊哇塞 現在涼麵一個要五六十塊 對 對 在我小時候大家還是生活得比較辛苦啦 好吃 跟你在一起這樣聊天不會有壓力 可是在這個蔣經國 小蔣總統到後來李登輝總統時代 台灣人的生活就開始變好 對 就開始越是越好越是越好 那時候我爸爸五十一年 就是他三十九歲的時候 就說我走掉了 我媽帶七個 我媽帶五七個小孩子 那真的很辛苦 下面兩個妹妹就送滑心幼院 想夫人開的 下面這個妹妹還有一個弟弟 就送滑心幼院 那另外一個大弟就送木柵教養院 沒辦法養啊 都送姑娃院啊 因為我爸走的時候才三十九歲 早上下夜班 在北迴歸縣 為了跟我們買桂園 跟他價錢談不攏就走了 就一回頭 結果他又叫做要賣他那個價錢 結果他一回頭 一不及其他車過來 撞到 撞飛起來 頭都破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我們家就四分五月 跟你也差不多啦 對不對 你家爸爸走的話 你們也等於分 真的分了 真的家裡不散 對 好這個家裡的話 就是家家有本難念的金 都是有辛苦的部分 好那現在大姐 你現在已經開始轉好了 有一個攤子在這個市東廠二樓 然後生意會生生日上 對 其實我都七十歲了 可是做得很開心啊 跟客流互動啊 講話啊 對 對 這個跟個人都很 都很 都處得很好 因為聊天啊 互相關心啊 希望說大家生活就是 越到後面就是 像倒刺幹這 越吃越點 對 好 好 那麼老的還做 我只要做著動就做啊 小孩就說媽媽你可以退休了吧 說哎呀 媽媽這邊做的話 你們都不用擔心我 我開心得很耶 又有冷氣吹 又有客人聊天 有客人還會常常都帶東西給我們吃 嗯哼 好那老闆娘跟客人的互動 就像朋友一樣喔 那這樣非常的棒 而且又這個 菜色非常有健康概念 所以很棒 好 用心又好吃 所以當然就是滿分啦 讚讚讚讚讚 那這個 希望老闆娘就是 越來越開心 好 那這四東廣東周 不管是炒飯 跟這個 豬肝湯都非常的美味啊 好吃又非常有人情味 那非常的棒 非常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啊 那開箱的結果是 滿分滿分再滿分 這得過冠軍的獎盃 而且是名副起始啊 非常的棒 好現在在裝這個 辣蘿蔔乾 也配炒飯非常的美味 好那各位來就祝我們用餐愉快 掰掰